網路誰還要 網路誰還要 海報 網路誰還要 TUN!TUN! 我們今天做雞批 雞批是非常流行的東西 但你又不覺得它超級超級超級好賣 總之沒有蛋撻那麼好賣 通常蛋撻一大盤 雞批就只有一行 而做起來自己家製作 又不是說真的超級簡單 首先你需要找一堆這樣的材料 皮可以先做的因為要雪 這次這個皮跟平時的撻皮 有輕微的不同 因為它偏向有一點點中式香 跟外國做的那種皮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一樣是挺特別的 這個就是吉士粉 就是差這股味道 你就會覺得是港式麵包店的味道 還有你去西餐、撻殼 那個殼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第一步 先處理一隻蛋 我們用不到一隻的 剩下怎樣呢? 待會用來塗面就剛剛好了 算好數目 預料一隻蛋可以搞定 因為用了低筋麵粉的關係 所以整塊的製作其實很容易 不會說一定要超級冬牛油 怎樣搓等等 這次真的完全不用管它了 牛油你可以放軟就可以了 你可以硬一點就可以了 硬一點你就切粒 然後再拌勻它為止 你看看你能不能切開 如果你這樣有一點硬的 你可以改為在桌子操作 如果你覺得不硬的你可以直接拌 你也是想看一坦胡桃在桌子上 我們就在桌子上 糖 吉士粉 香味 低筋麵粉 我們這樣切掉牛油 如果你是硬牛油 你就可以用我現在這個方法 軟牛油你不用這樣做了 軟牛油直接混合了 不要混合那麼多一下就可以了 謹記 我們把它切到最小 盡可能把它們混合 切到差不多 用手拌一拌 看看它夠細微 它好像開始有一點成團 不會摸到一大顆很硬的牛油 其實就差不多了 之後呢 放一個洞 放我們的蛋 蛋要磅的 今次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要那個鬆脆的口感 你看到是一咬即化的 雞皮 它那個蛋液 或者粉 那些液體類的東西的量 是要拿得很準的 蛋倒下去 你就可以盡力混合它 當然也是盡少 你看到 類似這個 濕濕的狀態 就是類似這樣 你就可以嘗試把它 全部東西 黏在一起 摺兩三下 讓它均勻一點 就可以用保鮮紙包起來 要是進博 然後呢 放進冰箱 等一會就可以直接 把它分割成為我們要的份量 冷了會比較好 要不然會融化 等一會在手上 好 回來了 我們涮完皮 就到Part 2 Part 2就是餡 當然 雞皮每個人都不同的 用的材料 大致一定要有雞 當然有雞 不要太瘋了 雞 切粒 藥膜是手指尾的一粒 大小 它太大粒 它變成剛剛可以硬著雞皮 它會令到雞皮的表面 頂部 一粒東西硬了出來 那個皮就不平滑 所以 就算你想有口感一點 都不要太大粒 雞肉完成 之後呢 就到火腿 火腿就不一定有的 通常平價那些才有的 那你就看一下喜歡 就可以換其他東西 你可以加少許煙肉 都很棒的 我們切它做粒 然後這個呢 就可有可無 剛剛說火腿炸 給你蘑菇 蘑菇有好又不好 加了呢 當然是香一點 多一點口感 它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加了下去 那個醬汁會不會太白 好 那我們就把它切粒 不可以切片的 因為它是批的 你包不到進去 一定是切粒 那蘑菇會縮水的 所以你可以 略為呢 比起其他東西大 滴滴滴 洋蔥 洋蔥我們四分一個 這裡呢 有小小東西要撿一撿的 這個批呢 藥膜是五至六個 看你想的那個皮 有多厚 如果你喜歡厚皮 那你就做五個 你喜歡薄一點的 你就做六個 薄的皮呢 有機會會裂的 就是因為太薄了 水晶蒸上去的時候 會裂開 裂開皮的 如果你不怕 你喜歡薄皮 喜歡多餡的 那你就可以做夠六個 餡呢 可能會差一點的 你可以多放半個洋蔥 或者多放少許蘑菇 或者直接多放少許雞肉 要不然是多放2-30g 其實就夠了 六個的話 那五個呢 就一定是有多 有剩少許的 可能會 好 那要切的東西 已經齊了 準備進入煮的步驟 我們第一步呢 就可以先炒的材料 那些雞肉呢 你喜歡可以醃的 加少許鹽 加少許黑椒 不過現在加都差不多了 因為不是很大顆的關係 我們先加洋蔥 因為洋蔥呢 是它相對裡面 比較會出水的東西 炒乾一點會好一點 鹽呢 現在可以加百分之一夠了 黑椒 好 然後呢 其他東西 一炮過 沒所謂的 那要炒到怎樣呢 雞肉 你看到是熟熟的 蘑菇 縮小了 是這兩個指標 那其實就OK的了 如果這部分你炒得太焦 那個醬汁呢 最終出來會有少少 不夠白的 看你用不需要追求那樣東西 那你看那些東西 炒到差不多 就可以先盛起它 要不然你這個 你一次過煮呢 你當它是生粉芡 這樣埋起來呢 有機會會弄到一塌糊塗的 然後那些東西又被你弄到爛了 煮到過了火啊 下一步 很非常基本的白汁做法 牛油麵粉 然後奶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看你喜歡那個味道 你喜歡濃一點的 我就下雞湯 取代一部分牛奶 你喜歡白一點的純牛奶 然後唯一香一點 還有它滑一點出來 整個東西柔潤一點 所以我用了淡忌廉 你喜歡可以純牛奶 純雞湯當然不行 純忌廉都不行 麵粉 麵粉也是很奇妙的 你可以加多一點 你可以加少一點 看你喜歡 你喜歡多汁一點 就是你喜歡那個東西 那批的那個醬 就是咬它真的有汁 就不是硬的嗎 那個餡料呢 你就可以加多一點 就是加少一點麵粉 讓它稀一點 如果你想它挺身一點 就會有個好處 如果越挺 那個皮就會保持得越漂亮 但當然咬下去 就實心一點 那個東西的感覺 我們有一份牛奶 一份忌廉 然後一份雞湯 就是我們今天的底 好 牛油 起泡 然後 當它煮滾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汁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完成了 你可以攪拌 輕輕攪拌 如果你攪拌得不均勻 它有機會 那些麵粉還是一粒粒的 然後把我們的材料 放進去 攪拌均勻 那你就看一下 那個稀結程度 它不是很熱吃 所以它會有少少 這個煮的時候 流動 但是 冷了之後硬的狀況 你就看一下它 是不是你要那個狀況 如果它很稀很稀很稀的 那你就煮一會兒 這樣 但是現在 其實這樣一粒東西 冷了就差不多了 最後一步 其實應該早一點 鹽糖 那你就可以調味 你可以試一試 現在對不對 鹽呢 百分一 糖呢 就一 我們那個餡料 就在這裡 完成了 最好就是把它 先冷凍一點 就是你現在煮完 就不能馬上 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做 而且是牛油做的 那如果你這個東西太熱 基本上你是會整容 皮 而且它會令到你的皮 很黏的 你很難焗的 或者外面那層皮 會很容易穿的 你包上去那一刻 都是一樣把它鋪平 然後呢 放進雪櫃雪也好 你室溫灘它也好 總之 就冷一點 不是現在熱的 那個狀況 好啦 回來啦 我們做這個皮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需要一個綁的幫手 還有呢 你可以去買一些這樣的帽 那就最方便 那之後呢 這個皮呢 其實我們有分 兩部分的 一部分是底 一部分是頂 那其實是有一個弱乾的比例 因為底呢 其實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需要 那弱膜呢 就是3比2 那就是30g的底 20g的頂 那你就可以下面薄一點 上面厚一點也行 如果你怕它辣 好啦 那話都沒那麼快 就分好了 那底座先 那頂呢 就拿去冰住它 因為都可能 整個過程幾久 那你的頂呢 那你越硬呢 其實待會做起來 就越好 那我今次分了六份的 相對會薄一點 那還有呢 有機會呢 你出來的皮呢 因為有些東西失敗了 這樣啊 滾了去 又黏在其他地方啊 未必一定抓 30g 20g 那你就每邊 多取少補 現在這個20g的頂 就只有28g左右 那我們呢 拆散 做一個波 先 將它 質感均勻一點 先 這個東西是多黏 多黏手 多巧 那個溫度 所以呢 就盡量自己 就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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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七顆呢 即是每人分多三分一 數多了 難怪我 我收回剛剛 說那句話 因為有些東西失敗了 這樣 滾了去 又黏在其他地方 我也算得怪怪的 為什麼失敗了這麼多 原來塗多了一顆 用一個平面壓平去 用一個碟也好 什麼都好 如果是高手 其實就不用的 它直接一顆球這樣搓下去 壓 doo doo … 這樣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的殼 鋪上去 這樣會有鬆的 你按一按 按一按 這邊 然後呢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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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夾那個東西 讓它夾高一點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那個黏合位 如果你不夠高 待會那個殼會來罷 所以這裡要预高一點 讓它大概頂上蓋 與它有東西可以貼上 有些位置會比較薄,有些位置會比較厚 你就把厚一點的位置捏過去比較薄 你看到這裡崩了嗎? 你就慢慢捏過去,把厚一點的位置 如果你太熱,其實會很霉 所以你記得要冷凍它 冷凍到它有這麼冷,你這一部分就會比較容易攪拌 但如果你真的冷完了,真的不行的 你冷完也覺得很軟的 那就可能是皮的濕度有些問題 你可能可以加一點點麵粉 如果你怕黏,就要一點點粉 但如果夠冷應該就不用的 而且不能加太多的 因為你一加太多,你會把它弄乾了 待會接合位置就黏得不夠緊 你弄得越久沒用的 因為你磨,你只會令手溫傳下去 然後越差越慢 所以其實是跟它鬥快的 好,那我們把餡塞進去 先拌勻 先拌勻 因為有點硬的 冷完以後 會很稠的 拌勻 你拌勻軟一點 有點比較好 之後每個約束1斤 可以給一個平面 略為高一點點 但盡可能要把面子收平一點 因為那個皮就直接搭上去 餡料其實是皮的支撐的一部份 變成如果在表面凹凸凸 等一下皮蓋上去也會凹凸凸凸的 好,那我們弄個皮 把一粒放進去 照樣用剛才的方法 不要蓋上去,蓋到中間 然後壓下去 不然它黏了邊,那個位置就會變直線 壓到多大呢? 藥膜是剛剛可以蓋到皮蓋 蓋上去 慢慢修正邊位 還有你感覺到它是融合了,黏緊了 不要隨便蓋上去就算了 不然那個位置會漏汁的 那你感覺到黏緊了 那就修一修邊 那一粒就完成了 我們弄光它 好了,整頓的東西就包好了 我們先把它冰一冰 讓它可以穩定一點 還有等下硬一點 畫花的時候會不會那麼容易刮爛 還有因為我們的餡是熟的 其實就不怕它怎樣的 裡面呢,等下呢 快點焗熟它 焗漂亮的表面 這樣就不會焗到乾了 裂開了 好了,回來了 那我們準備完成了 最後一步了 就是拿去焗 焗之前呢 塗一點點蛋漿 讓它的表面更漂亮 那呢,只塗表面 輕輕地塗一層 但如果你雪硬了 就都穩陣的 軟就有機會出事的 因為呢,如果你的皮太薄 焗到差不多 焗脆了之後呢 就很容易裂開的 因為下面那些餡 不停地水蒸氣蒸上來 那它就會迫爆了那個皮 畫花的時候畫得太深 它就會沿著你的花紋裂開的 其實 好,那塗完蛋漿了 我們畫的方法呢 平均這樣畫四畫 好像... 即是16格 你當它 先畫中間那兩格 那其實不用太大力的 輕輕畫開了蛋漿 其實就已經夠了 那之後呢 轉 轉呢 不是轉90度 轉45度 如果你轉了90度 那就出事了 變了正方格 那些 雞批是零形格的 那我們呢 先先預熱烤爐 190度 為什麼這次這麼巧呢 因為180度 其實顏色就會均勻一點 200度 就會快點焗熟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爆 200度出來的顏色就會沒有那麼均勻 因為太高溫了 約摸20分鐘 中途10分鐘 轉一轉 轉一轉那個角度 那就應該很均勻的了 畫完 現在立刻 放進去 稍後回來 好 那我們呢 這個雞批就完成了 雖然呢 有一點裂開了 不過不要緊 起碼都沒有爆汁 如果那個 批底的餡料 太稀 的話呢 它有機會會在那裡 爆汁出來 所以呢 這樣呢 就算是這樣啦 而且會裂開的批 代表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它一定是夠鬆化 才會焗到這樣散了 所以呢 為了證明給你們看 我不是吹水 我們撕開一個 給你們看一下 1 2 3 嘩 一撕呢 就散開了 裡面都非常足夠 一撕 一撕 完全不用咬 它立刻在口中化開 然後 餡是鹹的 外殼是甜的 然後有一點點 很怪異的香味 它這麼怪異的香味 就是來自 吉士粉 如果你沒有 你可以用奶粉代替 或者用麵粉代替 都可以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私作報告 這個東西的成本效益 當然就不會很高 雞批本身不是很貴的 那麼 你預有 兩顆星 難度呢 難度也有三顆的 因為你很容易會爆皮 各樣東西 接著又可能會 這個看起來不均勻 接著畫花畫得不漂亮 所以 難度也有三顆的 還原到 如果你手勢好 它可以去到四顆 如果你手勢不好 可能 三顆 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記得Like Facebook 訂閱 訂閱 喜歡加回應讚 做按鈴服 四顆星期五 都有新片 星期日多了 會有 就是這樣 交給你 下次再見 拜拜